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格仔 Santino 郭靖彤在這裡 現在為大家報導就是秀茂萍有一間女校書院 有一位中年的男教師居然在任教 form 1的班房裡面 自己獨自偷歡 電話裡看男女的成人動作片 不小心連接班房的大螢幕 令同學尷尬震驚 還被迫著陪她看了五分鐘 因為這個男教師已經進入了亡我的境界 事件引發牽連大波 舉校震驚 而居民學校打算滅聲 但裡面的學生在網上讚文說了這件事出來 讓人家很容易就猜到 是這間梁式之孫院 因為律所盧平只有一間女校 新潮民就在這裡 由事情的第一宗爆料文 跟進到現在這個局面 慢慢來分析 也順便跟大家來解釋一下 當有些人忍不住內心的衝動 隨時隨地都拿電話 來看片來舒緩的話 這是什麼心態 稍後慢慢跟大家報道 而講完有違道德的男教師 再次跟大家報道就是有違道德的醫生 醫管局的男女醫生 就在黃埔的超市裡套了價值1600元的食物 而原來其中這位女醫生也跟張竹君在這個病情的記者會上出鏡 她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感染應急時無的位置 為什麼他們要套東西 套的是什麼呢 套的是一堆食物 當中還有西瓜和蜜瓜 可以說得是重疊疊一丟二丟 這樣也要不給錢走 難道他們身為醫生給不起錢嗎 身為醫生 到底這兩個人兄什麼葫蘆賣什麼藥 而背後有沒有扭曲了的心態 新潮民轉頭為大家慢慢分析 再之後的就是 隨著馬里乎波爾亞束鋼鐵廠裡面 那些極端的亞束已經頂不住一批一批走出來 去做到所謂的光榮撤退之後 就有記者抱著一個八卦的心態 來看看究竟這群人之前住的地方 那個地下室裡面究竟會有什麼時間呢 就竟然有一個驚天大發現 驚天大發現 就是原來發現了 這群亞束竟然漏夜入科場 在被俄軍重重包圍的情形下 他們竟然拿起一本翻譯版的孫子兵法 來企圖尋求突破 那究竟為什麼這麼搞笑的事都能夠發生呢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當中的詳情 再之後的就是現在就有消息報導 經過俄烏戰士兩個多月以來 西方世界對俄佬極限制裁裡面 俄佬現在所售賣的石化產品 他的總收入竟然不跌反升 而且還比起戰事發生之前 他的收入升多了一倍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 原來在歐盟這麼多國家裡面 竟然出了一個小二五 這個小二五大家一定猜不到 不是那些東歐國家 也不是大家之前聽過 比較刺激的立陶宛 波蘭 保加利亞等等這些國家 通通都不是 那究竟他是一個什麼國家 俄佬又如何透過真真正正的戰略手段 去做到 歐洲出了軍費 給他打這場仗呢 稍後我們就來 一一拆解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再次為大家報道 原來在這個月 紀月初 秀茂平的一間旅校 名字叫做 梁式之書院 就發生了一件非常荒唐之事 有位中學的男教師 那位中年人 他在一個 方溫的 班房裡面教書的時候 就不知道自己的手提電話連上了班房裡面的螢幕 就在上課期間 自己打開電話 瀏覽這個成人的男女動作片 而投射在班房的大銀幕上面 而自己都不知道 整場的方溫女仔 全部都感覺非常尷尬 而這位男教師 在觀賞這個男女成人動作片的過程裡面 已經進入了亡我境界 足足持續了五分鐘才有人夠膽出聲 而且他看的男女成人動作片 還不是一般的動作片 還是四人男女 雲相對戰 有些同學也知道 這位男教師 在觀賞的過程裡面 還有身體的反應 而當他發現 事情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之後 他即時刪機 而匆匆離場 但是離場的過程裡面 都難以掩飾自己身體的反應 要用書本來遮住自己的醜態 事件引來軒然大波 在網上進行熱烈的討論 本來很多學生都說 學校好像當沒一件事 想適時凌人 而學校也指出他們要做的功夫也都做了 那究竟哪樣才是真 事情又為什麼會揭發出來呢 讓我們新潮民帶大家一起進入 這宗案的起源 來講 話說網絡上有個社交平台叫做IG IG上有個群組 就是專門爆一些 學校裡面的避文出來的 有人 在5月14號 上載了一篇文章 而他上載了這篇文章 就是技術 他作為一個 Form 1還是1B班 裡面的學生 他說他當日 是在場的 但是因為怕校方追究 所以他要匿名來講這件事 也沒有講到學校的名字 但是只不過修武平 只得一間女校 所以全網民都猜到 是那間良識之書院 那我就把這位 Form 1小女生 網上的贊文 讀給大家聽 順便 給現代的家長 大家看看 現代的小女生 文筆是如何 在2022年5月14日 壽茂萍某女校 大家好 小妹是壽茂萍某女校的學生 我們學校最近有個男教師 在上某方溫班的課堂的時候 就看這個 男女的成人動作片 還要是四人混打那一隻 還要扯了 扯了的意思 不是人走的意思 意思就是 男性的 身體反應的一些俗語 要拿著本書遮住下面走 被同學發現之後 那位老師 首先做的就是滅聲 要求Form 1暫時不要在網上討論 說因為事情很嚴重 會影響外界對學校的印象 現在過了幾天 還未給全學校同學一個解釋 其實這個老師不是第一次的 很多畢業了很久的師姐 高方的人都說他有前科 但是現在還可以在學校繼續教書 既然他是兩性的問題上了忍 都忍不住要在上課的時候看這些成人動作片 又要在學生面前有身體反應 有沒有人猜到他下次會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他之前 已經對某些學生有些不應該有的想法 沒有人知道 有這樣的學生在學校和大家一起生活 大家都是女學生 大家都害怕的 最令大家生氣的是 學校的處事態度 老師做錯事 學校不是嚴正處理 而是想包庇做錯的老師 一心想懂事靈人隱瞞事實 完全沒有考慮到 學生的利益和感受 反而有學生勇敢說出來 就說是影響校遇 這樣合理嗎 其實學校一直以來 做事都是甚少考慮學生的利益和感受 正如之前很多 欺負事件 撻錢事件 學校根本沒有正視過 甚至還說 受害者的錯 反而不覺得穿錯運動服 穿了去外套上學 或者沒有帶校章 這些小事就抓得好 但反而嚴重的事情就想滅聲 爆鼻 想適事令人 這是作為一家學校 作為老師的高層 應有的處事態度嗎 學校越想隱瞞 我們就越發聲 有基本上的論文說 當今天如果傳出這件事的話 校方會處分 其實是因為學校有問題才令學生連說事實都會被處分 但我們沒有錯 錯的是那位老師說事實為什麼要害怕 之前有老師貪污現在就當著科門的學生看成人動作片 可能大家的印象還留在以前 還是覺得這間是一間風氣很好的學校 有什麼所謂秀貿平女拔的稱號 現在說出來也笑死人 就快刁架到不敢認自己是這間學校的學生 免得別人被假自己刁架都不是第一次了 希望那位老師和學校真的可以好好反省一下 同校的同學不要覺得什麼校醜不能外傳 覺得那些人對我們學校印象怎樣怎樣 會不會令人以後不選我們學校 如果真是為同學好的 為未來的師妹好的 應該把事情的事實告訴更多人 被人知道我們是反對學校的這個做法 而不是你們也要隱瞞一份一起包庇這間學校 事件已經不是第一次 以及不是一粒花生這麼簡單 什麼叫一粒花生呢 這位同學想說的就是一粒花生 就是剝花生在旁邊觀望當看電影的意思 事件不是一粒花生這麼簡單 是關乎整個學校的同學安全 後果是可以很嚴重的 不好意思打字打得很多 不知道出這篇文章 即是5月14日 出這篇文章的時候學校處理了沒有 但是到了投稿日 目前學校都完全沒有處理的想法 距離事件已經發生了好幾天了 希望校方快點處理 這件事令到全校常下不安 篇文章就到這裡 我們不如看看事發之後 桑敏平女校梁識之書院有沒有處理這件事 校長周淑敏就處理一系列的輔導工作 究竟是事情爆了很多天之後才開始處理 沒有辦法不處理 引起了網上輿論迫使學校要處理 還是其實學校一開始就馬上處理 只不過處理需時有個過程 這件事就不知道了 大家一起要慢慢研究 學校一系列的輔導工作 就是提供了很多教育心理和駐校的社工 一起去為學生開導 輔導他們的情緒 解釋事情的過程 以及打給家長進行溝通 還說到他們贊寫了很多報告 搜集了很多資料 也有一系列的行動來應對這次的事件 而同時他們也有跟教育局來通報 希望儘快把這件事情納入正軌 校長周淑敏就說到 能夠做的他們都已經做了 而這位中年的男教師 也都已經不在這個學校任教 那究竟這位男教師的去向如何 何許人呢 有精明的網民建議 這位男教師不如不要教女校 去教男校可能還受歡迎 不過這些都是說笑的說而已 在這裏新潮民作一點分析 相信這位男教師都已經不是第一次來到 在班房裡面 在不應該的場合看不應該的片段 這件事令我想起某些政客 在這個議會上不應該的場合 莊嚴神聖的場合 都還要看一些成人的動作片 或者成人的上片 幸好這些人都是黃那邊的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我不是很記得 因為他經常縮一塊 鬼鬼祟祟 想想想才記得他叫何俊仁 當一個人在不應該的場合都要看的時候 表示這個人經常在私人時間上 都有這個濫體的習慣 所以一衝動一上頭的時候就難以揭指自己的對手 就即時要看片來舒緩 無論這位中年男教師也好 何俊仁也好 在訓練有數之下 相信他們也是可以 極速在五分鐘之內看到有亡我的境界 連被身邊的人揭發都不知道 而如今何俊仁的驚意身在獄中 慶說他裡面還可以減肥 不知道獄中的健康生活 有沒有成功令他們撕掉這個人 再來說說現在亞束鋼鐵廠最新的形勢 就在兩天前亞束鋼鐵廠地底的人 頭一批二百多名亞束分子以及所謂的烏軍 來到豁湖江榮撤退之後 今天又有一批分子江榮撤退 昨天就有七百七十一名亞束分子在地孔鋼鐵廠地 現在總共這樣計算在地孔爬出來喊到投降的人 就有1730人 而隨著這麼多亞束型的分子 來到江榮撤退的時候 當然記者們最關心到的就是 究竟他們住的地孔又是什麼樣子 所以等他們離開的時間 俄羅斯的記者就走進去地孔裡面 去一探究竟 但是不探猶至可 一探的時候 就竟然發現到 一樣想都沒有想過會出現的物品 大家都以為在地孔裡最多米 有些基本的糧食、醫療設備 甚至乎有些消閒娛樂設施最多最多 不是有部iPad 又或者有張屁股架的桌子 這樣也夠誇張了吧 但是不是 根據俄羅斯電視台的記者所採訪的片段 他們就竟然發現了一本中文書 就是這些撤退了的烏仔軍人 阿束分子裡面就找到這一本 大大隻寫著四個中文字的書籍 通常想到這裡 自身都難保了 唯有寄望學一招半式 來得以保命 這樣的時間可能大家都會想 會不會烏仔軍人 想學絕世武功 例如這四個大字就是葵花寶典 或者是獨孤九劍 甚至是九陰真經 和玉女劍法等等 不過所有事情都猜錯了 原來這群阿束營分子 竟然漏夜入科場 他們看的不是以上的書籍 而是被圍困的情形下 他們臨時臨急看著孫子兵法上來 正所謂書到用時方恨少 這本孫子兵法就是一本不知是俄語還是烏語的譯本 而且從書中的厚薄程度可以看到 這本甚至乎是一本速讀本 雖然他沒有寫到 究竟多少天可以學成這個孫子兵法 也沒有標榜到可以一天學成 但是看來這群烏仔軍都有所感悟 既然在被俄老圍困的情形下 究竟有沒有一些案例從孫子兵法可以看到 能夠解破敵人的圍困 有烏仔的新兵就說到 本事這麼厚 可不可以不看 這個時候 烏仔的老兵就跟他說 可以的 不過你想過 如果看了就九死一生 但不看的話就十死無生 這本文章我大大話說 看了三年 實踐就實踐了三十年 烏仔新兵就跟他說 我有多少時間可以看 回答你 你只有一天時間看 好好把握這段時間 好過十死無生 不過先說到這裏 根據我所知道 在馬利烏波爾 亞速鋼鐵廠的地下 大概有二千多人 由於在開戰前 就曾經號稱有17000人的部隊 就位於鋼鐵廠的死守 其後就有二千多人出來投降 現在再加上又有千多人出來投降 這樣我們可以計算 但究竟有多少這些亞速或者烏軍分子被人搞定了 其實這條數也挺恐怖的 應該有一萬個這些部隊成員 被鵝佬那邊搞定了 二千多人躲起來的時間 就有1730人投降 來到江榮撤退 逆跡是代表到 現在位於地下的人數 都不足500人 數量就剩下很少 那究竟這500人都未出來投降 會不會是因為看我們中國的著作 看得太入神 看得廢寢忘餐 而不記得出來江榮撤退 不過無論如何 總之這些亞速營如果選擇江榮撤退 他們是會被安排到 進行以下的流程 第一就要分掉他們 有沒有受到損傷 傷的就全部去到俄老安排的醫院 再看看他什麼身份 不要想著炸帝扮傷 就不用接受審判 這些人一律都找不到 因為無論你有沒有炸帝受傷 或者是健全都好 俄老那邊就會進行一個身份的識別 他們是會研究到 究竟你是來自於哪裡 什麼背景 當中最重要的排查 就是要研究到 他們是不是一些客人主義的分子 又或者是來自於外國的軍官 證實無事無干才可以釋放 暫時還未發現到 有些外籍軍官包含在173人裡面 相信依然躲在地底的500人當中 很大部分就是這些外國的軍官 而至於查過無事無干的人 就可以跟烏仔那邊交換一些戰夫 依我看這幾天裡面 就會有一些外國軍官走出來投降 走出來光明撤退 到時候我們再跟進一下 究竟裡面有沒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大禮 來跟大家繼續報導 再之後為大家報導 昨天5月19日在九龍城法院提堂 醫管局有兩名醫生 在4月23日的時候 在黃埔一間超市偷東西 偷了價值1630元的食物 這兩位醫生是一男一女 分別為47歲趙敏宇 他是一個骨醫 另外一位就是48歲的莊惠敏 他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感染應急事務 他也和張竹君在病情的記者會上出過鏡 昨天在九龍城法院提堂他們是無需答辯 而案件也會在8月11日再次提訊 這段日子他們可以以500元來擔保 還有他們可以作為辯方搜集多些文件 還有拿多些法律意見來應對這次的官司 這次事件引發很多人的熱烈討論 就是為什麼醫管局兩位醫生應該人工和待遇資歷各方面 應該是人生勝利組來的 為什麼會去套一千六百元的食物呢 我們大家一起看看他套了什麼 話說他套的項目就包括一個西瓜、一個蜜瓜 兩個瓜很重的 然後還有一些布甸、藍莓、刺身、壽司 還有一包雞 不知道是新鮮雞還是冷藏雞 這些很明顯就是平時的買菜項目 而西瓜和蜜瓜是一個非常重的物件 在什麼情況下驅使他 會這麼大膽拿著這麼多東西 都膽敢不給錢來閃人呢 事情發生的地方就是4月23日 黃埔的青華園地庫一層 永旺百貨有限公司 當日是一個星期六來的 就是說並不是平日 可能下午的時份不多人去超市的時候去做 星期六的日間應該是很多人都去超市入貨的 也有可能多人的時候 就可以掩人耳目 餘目混珠把自己藏身在那些買完送的人群來離去 會不會是這樣呢 身為一個女醫生和男醫生 又沒有被人釘牌 事件發生了之後會怎樣也不知道 既然沒有事沒有幹的情況下 為什麼1600元的食物都給不起呢 他們一定給得起 就是說在他們完全能夠支付金額的過程裡面 他們選擇犯案的 究竟當時這兩位人兄心裡在想什麼呢 讓我和大家一起否釋一下 雖然我們在新聞上看到的資料就是他們撿東西 然後去提堂 我們不知道背後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他們拿著這麼多東西的時候 可能面對著商場或者百貨公司裡面的支付系統 人樓 員工有多點煞氣 所以一路之下走 這些內容我們還不知道 因為一般人如果撿東西的時候 怎麼會第一單撿這麼多東西 還要兩個瓜很重 這也是一個中肯的有可能性 但是若然撇開一些我們叫drama 一些人與人之間的磨擦 然後他一路之下走了 一些服務態度 或者對當時百貨公司的不滿 一路之下走了 都可以顯出這個人 是一個衝動的人 是一個情緒 他去到某個點會失控 然後做出一些刺激行為發洩的人 作為一個醫生來說 這也不是一個良好的品格 撇開有特別的情況而言 我們只是單論一個人為什麼會撿東西 撿東西的心理背後 是有很複雜的原因 如果正常情況下一個人為什麼會撿東西 或者經常撿東西呢 原因就是出於很多原因 妒忌 自尊心低 因為妒忌所以要撿東西 來宣洩 反咬人家一口 或者反咬社會一口 是一種輕度的反社會的心理 另外一件事就是 就是蓬佩的壓力 這件事通常出現起 細蚊或者學生 家長們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有些學生 如果他在學校裡面 他的社交人群的圈子 得不到認同和尊重 還有他群了一些人 喜歡操縱和剝削別人的話 可能就會煽動你的兒女 做圖學威龍 或者去沾染一些吹煙喝酒 或者非法藥 這些不良嗜好 甚至在那些壞圈子 做出一些欺負別人的行為 也要你的子女同時一起進行 這樣才可以融入大家的圈子裡面 在2019年有很多黃人出來社會搞事 都是受了學校裡面的私生影響 群體壓力下所以他也要出來 可能很多人都說 那你不理他就行了 你明知道那些東西不對的 那你為什麼都要做 所以知道我們人生活在世上 我們每時每刻其實都是求 圈子的融入和尊重 圈子的外帶 我們才可以換到 我們想要的東西人生在世 人是群體動物來的 所以在圈子壓力下 不是那麼多人有這樣的自信 覺得自己好啊 就算我還換親來 就算我一個人 我都可以有能力去得到我人生想要的東西 物質 甚至別人的尊重 不是那麼多人有這個氣魄 或者能力做得到這個 這個世界很多人 因為他的自尊心低 因為他害怕寂寞害怕孤獨 所以他們都經常要融入圈子裡面尋求這個安全感 而人類本身都是一個群體動物 所以圈子的憑背壓力 對一個人的行為有很大的影響 因此家長如果看到你的兒女反常的時候 除了勸導他之外 也都要想想一下 其實是不是家裡給他的關心和認同欠缺 所以他出外尋求 甚至以刺激的方式來尋求 應該做多些功夫 為他建立多些不同的社交圈子 認識多些不同界別的人 當然我們每個父母都是亡子成龍的 最好不要讓自己的子女群在三教九流 品流複雜的環境和圈子裡面 另外一顆東西的心理除了憑背壓力之外 還會有覺得自己被社會排斥了 遺棄了 或者被社會針對和攻擊的時候 他們都會做這些行為來希望反咬社會一口 又或者有些人為粒而粒 他想證明我的身體我自主 我人生我自主 就特意做一些刺激行為出來 來表示自己對自己行為的擁有權 我不是啊 你說我就聽 然後就做一些這樣的行為出來 其實就是用自由獨立包裝任性 跟西方的文宣價值一模一樣 西方也是靠口來煽動人家 在街上寧願扣 胡作非為 最後就是出於對別人 對社會的缺乏尊重 所以才奪惡 奪惡這個行為通常是由小事開始的 如果一些巨型的物品和大動作的奪惡 沒可能在第一次就會發生 除非是一些特別的個案 例如說他根本不是想奪惡的 可能他也不是為奪惡 可能他也沒有關係是否給得起 純粹是跟當時百貨公司的員工有多少爭執 對服務態度有多少不滿 對整個百貨公司有些什麼誤會的時候 就導致一走了之有些刺激行為 這些是個別的案件 通常是由小事做起 小動作小項目做起 慢慢才去到大項目 捧著兩個瓜都可以走出去的話 不知需要多少次的奪惡經驗才能夠培植出來 有些人會同時問這些人是不是有些癖好 喜歡奪惡證明自己存在 給自己刺激感 你知道這個世界有些人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有些有錢人也是這樣的 明明自己超級富豪 喜歡奪惡去奪惡去滿足那個刺激感 這是一種癖好 在我們心理學界也有一種精神失控的症狀 名字我不能說 因為YouTube比較小器 說一些專有的病名詞 就很容易剪掉我們片 但是也須知道這些癖好 其實是伴隨著很多人生的其他問題出現 例如他們有壓不下的衝動 人生會經常很妄撞 做出一些很任性的行為 例如他們同時也會 情緒大起大落有抑鬱 也會有焦慮 還有吃東西可能不定時和亂來 有些吃東西失控的症狀 還有隨時要依附一些酒精 或者一些藥物甚至是非法藥 來維持自己的心情狀態 還未去到這麼極端 你說輕度的癖好會不會 會不會因為他做這個醫生做的壓力太大 又或者在這個病情中壓力太大 又或者社會上不斷指罵醫管局 導致他亦都trigger了他對社會的不滿 導致他做一些行為來宣洩 這些就不知道 仔細的內文其實就是看審訊完過後 當整個事情真相大白 為何他會進入這間超市 為何會套這麼多東西 一臭二嫩去走 過去有沒有做過相關的事情 當整個過程披露給大眾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很仔細的分析 接下來就要說一下 現在俄羅在北約以及美國的高度制裁下 他所出口的燃料產品 那個收入不僅沒有任何下跌的跡象 而且根據最新的數據 俄羅賣到燃料的收入還足足回了一倍 而都知道俄羅在面對西方世界高度制裁的情形下 依然獲得這樣的成績 原來經調查發現 他們歐盟當中出現了一個超級二五仔 這個二五仔我們之前都沒聽過 就不是那些東歐國家 原來這個國家是有份令俄羅的石油產品 在運輸方面暢痛無阻 最近德國媒體踢爆這宗新聞 雖然歐洲美國和英國等地 都用一把口說 停止和俄羅斯的航運業務聯繫 也就是例如 我們常見一些郵輪或船隻 掛著某國的國旗 它就是代表該國的船隻 很簡單 自從俄烏事件發生之後 掛著俄羅斯國旗的郵輪或船隻 也被禁止歐美世界的港口進入 歐美世界使出這一招 原本就會令到裝著石油 以及天然氣的俄羅斯郵輪 就不能夠帶著這些石化產品 賣到很近歐洲國家 而是要繞過半個地球 去尋找他們的新買家 所有這些設想 原本都想得很好 但現實是終歸現實 這個時候 有一個國家就跳出來做二五仔 那這是什麼國家呢 原來就是我們無人不知的希臘 在歐美世界實施到這些所謂的禁止航運之後 希臘就跳出來 就實行人氣我取 希臘不但沒有跟隨歐美世界 他的港口 是依然能夠被俄羅斯船隻停泊 來到落貨之外 而且還一度使出一支奇招 這支奇招就是 我剛才提及過 當那艘船隻掛著某個國家的國旗的時候 就是代表該國的 但希臘竟然借出了他們自己的國旗 來掛在俄羅斯的郵輪身上 當中我不知道有沒有一些正式的文件 也是希臘的那方面 來批出了給這些俄羅斯郵輪 說他們是來自希臘 或者部份是來自希臘 總而言之 單從4月份 由俄羅斯出發的190艘郵輪裡面 已發現的 就已經有76艘 掛著希臘國旗出發 不過這些 依我看都是藉口 如果西方世界真的這麼團結 要阻止俄羅斯的石化產品進入 又怎會沒有辦法 尤其是歐洲國家 真的這麼容易掛著希臘旗上去 就可以瞞騙到他們嗎 根本這些全部都是他的落臺街 叫做為到進口石化產品 來給一個冠冕陀王的藉口自己 讓自己好過些 好讓向國民交代 這件事的確是事實 現在歐美世界的民眾心目中 縱使是清清楚了知道 俄烏事件是因為北約故意東抗 因此踩到俄羅斯紅線 而發生的事件也好 即使知道真相的他們 也不敢在公眾面前作出表態 因為說到這些作出表態 就等同反對正義 反對民主 反對所謂的普世價值 情形就有點像我們19年搞事時期 剛剛開始 都沒有什麼人敢出來發聲 正一樣 縱使知道真相都是這樣說的 後到尾有沒有人敢出來發聲 歐洲世界和美國就暫時未見到 一些稍為有良知的人走出來說話 有的話數量也不算多 沒辦法就唯有由我們來說 畢竟在他們的世界中 真相不重要 這些就是意識形態之爭 正所謂我們說的全部都證據確鑿 這一刻我們計算一下 究竟自從俄烏事件發生了兩個多月以來 俄羅斯在賣到石化產品的總收益入面 究竟這條數是怎樣 原來這條數是比開戰前的收入是翻了一倍又多 整個俄烏事件入面 我們甚至乎很多國家真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畢竟這就是新鮮滾熱辣最新型的戰士模式 縱使俄羅斯在傳統地面進攻中損失慘重 大家雙方都不好過 而面對著西方世界的經濟制裁 俄羅斯反而有奇招 來和西方世界互有攻守 不過如果說到能源戰方面 連俄羅斯自己也猜不到竟然意外大獲全勝 根據俄羅斯這兩個月賣出的石化產品 總計收入就是620億的歐元 其中有440億就是來自於歐盟世界 佔比是多於三分之二 也就是說俄羅斯賣到歐盟的石化產品 一個月就收入220億歐元 如果要看上年同期 究竟俄羅斯出口多少石化產品去到歐盟 原來只有120億的歐元一個月 也就是說俄羅斯自從開戰以來 竟然做多了歐洲世界生意 多了100億歐元 而這裡也不得不佩服俄羅斯 在總體實力不夠不弱國家來的情形下 就可以用到奇招去反彰他們一軍 為什麼這麼說呢 現在俄羅斯所打的仗上 就是採取一個非常傳統的模式去打 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坦克裝甲車 用地面部隊為主力 開入對方的城鎮入面去打 而甚少使用到 例如先進的無人機 衛星的監控 又或者是大量使用精確的導彈 這方面不是俄羅斯不想用 而是根本用不起 或者是沒有提前準備 但是傳統作戰模式都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所花費到的金錢比較低 根據現時的數據來說 俄羅斯平均每一天 在烏仔那邊的特別軍事行動 使用不超過10億美元 一個月下來 大概使用不超過300億美元 在這場戰事上 我們計算一下 現在俄羅斯向歐洲世界 所賣出的石化產品 就一個月收回220億歐元 也就是說其實歐洲世界 在不斷輸血 去補貼給俄羅斯進行特別的軍事行動 這一點是很少人說的 因為大家都要把整件事抽屍剝繭 才可以計算出來 雖然說到這220億 向歐洲世界提供的石化產品 完全不能夠蓋俄羅斯戰時的開支 但是也讓戰爭的成本低了很多 所以你看到俄羅斯是可以拖著來打的 再加上令俄羅斯的收入大增 就是因為俄羅斯很懂得玩一招 另類的招數 這招數除了把勞布掛勾在天然氣 這招另類招數之外 俄羅斯提供到天然氣或石化產品的時間 是懂得玩期貨可据的 大家還記得俄羅斯早在兩個星期前 說到不做這兩個國家的生意 這兩個歐洲國家就是波蘭和保加利亞 俄羅斯說明有錢都不做他們的生意 就一早打開口牌的說 由於之前俄羅斯戰時已經令到石化供應出現緊張 而引致價格上升 再加上俄羅斯說明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都不會賣氣給他 這也令到供應市場再度緊張 然後石化天然氣產品的價格再度飆升 俄羅斯就收得更加多 這個策略也是俄羅斯來平衡他們打仗的開支 其中一個手段 真是不得不佩服俄羅斯的招數真是高 那現在的大輸家是誰 觀眾朋友們 心裡也有個答案 美國懂得利用到歐洲去打一場代理人戰事 又不在自己的本土 就令到歐洲資金反向美國作出避難 而歐洲人又透過購買俄羅斯的石化產品 來補貼給俄羅斯打這場仗 那大輸家一目了然 就是歐洲世界和烏仔 本身美國佬設局想俄烏雙方都輸了 但是俄羅斯就懂得利用到他的智慧 既然你美國懂得利用到歐洲世界去打一場仗 俄羅斯一樣可以 就起碼保持著不敗之地 現在計算下來 德國在這兩個月已經花了90億的歐元 去買俄羅斯的石化產品 緊隨其後就是意大利花了68億歐元 而荷蘭也有56億的歐元 寫在俄羅斯身上 這些都是有名有姓的國家 還有很多歐洲世界的國家 都是利用到不記名的方式 來偷買俄羅斯的石化產品 有些國家還利用到搭單的形式 去將來自於世界各地不同的石化產品 加一點下去 俄羅斯的石化產品就說不是在光顧俄羅斯 這樣欺騙自己 而俄羅斯的這一招 其實還有一個附帶目的 就是會令到歐盟他們之間談不完 縱使大家都在歐洲國家也好 有些國家真的要比較依賴 來自於俄羅斯的石化產品 有些就不需要那麼依賴 例如英國 英國自己本身都是出口石化產品的國家 所以對於他來說 他就落建俄羅斯的戰士 拖度又那麼長 對於他來說就為之非常好 因為他也不需要買俄羅斯的石化產品 而法國也是其中一個 沒有那麼依賴石化產品的國家 因為他的核能 所產生的能源 遠高於其他歐洲國家 這樣的時間就會造成到歐洲不同國家 他們的意見不一 俄羅斯大力向這些歐洲國家出口石化產品 就會向歐洲世界播出這個分裂的種子 剛才我們說到德國、意大利、荷蘭 一定不肯過你 你們英國、法國有能源 我們沒有 你們這兩個國家當然說得自在 就是這樣也好看過戲 看到他們之間 暗瓦底互相罵來罵去 也都加速歐盟進一步的分裂 難怪那個歐盟主席 傻婆馮德萊都說到 現在俄羅斯有什麼這麼厲害 他只是一味懂得用石化天然氣產品 來勒索我們而已 他有油而已 好厲害嗎 你都這樣說 不過你不要忘記 這個歐盟主席馮德萊 在俄烏戰士剛剛發生的時候 就很大口氣地說到 我要不出兩個禮拜 令俄羅斯破產 如果他是投資專家的話 那就大件事了 現在開電腦一看 勞報竟然升到 近兩年來的高位 逢得來你也要感謝德國政府 明知你智商不行都收了你 去到做公務員還坐大位 如果不是憑你的智慧 你出去商業世界那裡闖蕩 都不知道破產了一次 比希臘還慘 現在希臘就聰明了 自從吸取破產的教訓之後 一於做一些其他歐洲國家不做的事情 來大賺一筆 畢竟希臘也是有經歷的人 他很明白 狂志就真的要留給其他歐洲國家 這裡順帶一提 就有個網站統計到 究竟俄羅斯每天賣出的石化產品 計算一條數 就說賣到平均每天是6億5千萬美元 由於這個網站應該是西方人士或者烏仔編寫的 所以他也說到如果俄羅斯保持這個生意數額 就會為俄羅斯帶來很多好處 他就將這個石油出口的收入 換算成為可以買到多少工具 我在這裡照讀給大家聽 他就說到這樣的收入就可以令俄羅斯 足足能夠購買4.3萬架坦克 6500萬枝AK 又或者是1740億發連紙巾 雖然我不太認同他這條數目 畢竟6億5千萬美元 又怎能買到4萬3千架坦克 一架坦克也幾百萬美金 看來這個網站也是烏仔做的 不過其實他想表達到 現在歐洲世界間接幫俄羅斯支付軍費 烏仔的網站應該說到 歐洲世界請為幫我們停止進口 俄羅斯的能源產品行不行 答案當然不行 現在歐洲世界把口說到完美主義 其實心裡全部都在想生意 傻瓜 謝謝各位 再之後就等我跟大家說說 公務及司法人員 薪酬研究調查小組 就在這個星期三公佈到 這個年度薪酬趨勢研究報告 這份足以影響全部公務員 究竟有沒有加薪酬的一份重要的研究指標 在消息一出來之後 即時引起社會的很大迴響 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對 那究竟支持和反對的人 他們是用什麼理據的呢 而政府在製作這份薪酬趨勢研究報告的時候 又採納了什麼作為指標呢 這次新鮮出爐的研究報告中指出 在香港的基層私人員工 今年普遍加薪3.2% 中層員工加5.6% 至於高層加8.3% 如果政府真是根據這份研究報告的結果 去調整這個年度公務員的薪酬的話 扣除了每年遞增的薪酬加幅 也就是俗稱2point之後 中基層的公務員將會加2-4.6% 而高級公務員就會加7.3% 說到這裡 如果用加幅的百分比來說 感覺就好像有點遠 大家未必感覺到真正的效果究竟是怎樣 我在這裡就用實例來講解一下 就以政府的助理文書主任 這個屬於基層公務員作為例子 他的起身點大概15500元一個月 如果根據報告的建議加幅2-4.6%的話 加薪之後 每個月就大概多了320-680元不等 而至於政府的高級行政主任 起身點大概是每個月74500元 如果加薪7.3%的話 就可以加多5400元人工 也就是可以跳升到8萬元月薪 消息公佈之後 當然就有人反對 有人贊成 支持加薪的人就認為 受到通脹的壓力 薪酬的升幅 如果追不到通脹的話 其實變相就是減薪 公務員經過兩年的動身 其實就已經影響了他們的士氣 而且在病情期間 他們是需要維持幸上的服務 所以面對的壓力是相當之大 很應該加薪給他們 也有人說到 政府作為香港最大的僱主 帶頭加薪是有正面的影響作用 私人公司一般都會引用政府的加幅作為指標 變相就全世界人人加薪 大家win win 雙贏的局面 至於反對的人就說 如果政府真是根據報告上的建議去加薪的話 加薪的幅度簡直是非常驚人 已經脫離了市場現實的情況 在現時的病情下 有很多人被人減薪 放無薪假 又或者被人炒油失業 偏偏公務員就在這個時間加薪 尤其是高層的公務員 他們的家幅竟然超過7% 外面好景的時候 經濟好 私人公司都是加高層4-5% 聽完正反意見之後 兩邊似乎都有他的道理 在評論他們觀點之前 我反而想到有另一個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今次這份薪酬趨勢研究報告 可以在現時的病情情況下 依然可以得出坊間的私人公司有加薪的結果呢 原來今次參與這個報告調查的私人公司 一共只得111間 當中包括有83間 規模比較大 員工人數有100個或以上的公司 以及28間規模比較小 員工介乎在50至99公司 而這些公司的特徵 都是在行業裡被視為有代表性 以及被普遍認為是穩健和良好的 但在病情底下 各行各業本身受到的打擊 的程度大家都不同 就好像零售、飲食、旅遊這些行業 打擊最嚴重 對比一些好像金融、保險、電訊 又或者公共事業的私人公司 他們在病情下打擊相對較小 那究竟每個行業 他在這份調查報告佔的比重又有多少呢 似乎沒有交代 而且報告只是調查 這111間公司的加薪幅度 似乎沒有考慮到 部份行業已經出現失業、開工不足 又或者停薪留職 這些與加薪無關的情況 我個人就覺得 隨著病情開始減弱的時候 香港的經濟活動開始回復正常運作 針對中基層的公務員加薪 我相信對私人公司 因為經濟活動復甦 在請人又或者薪金調整的時候 確實是可以做到帶頭的指標 由於今次建議的加幅 只是2到4.6的百分點 對比回早兩年的動申 再加上由動申開始 到現在今天 消費物價指數 已經升了大概5% 所以今次建議的加幅 只是可以追回通脹的這個說法 似乎就不無道理 而對於高級的公務員 加薪竟然超過7% 確實就真是堅尼地了 而我做了事這麼久 我的理解就是 當公司考慮到高層員工的加薪的時候 由於他們本身人工高 基數大 所以一般的升幅都會比中基層員工為之要低 如果高層個人表現突出 又或者市好的話 主要就會以花紅形式來獎勵他們 聽到來這裡 相信就有人會說 咳 公務員都沒有花紅的 所以就要加多些給高級公務員 這樣才可以看齊外面私人公司的高層 但是又這麼說 私人公司的高層如果做事沒有表現的話 又或者無論表現多好都好 如果做了一些東西影響到公司的形象的話 都會即時被人抖冬沽 政府的高層 自從實行了所謂的問責制 究竟又炒過多少人呢 對比回內地 如果防病不力的話 無論你是多大的官都好 都即時要落馬 所以如果真的要跟私人公司 或者跟內地看齊的話 我相信香港有一半的高官已經不在那裡了 所以作為高級公務員 就應該負更多社會的責任 不要在加薪的時候 一味就要跟私人公司看齊 如果真的要看齊的話 麻煩你在負責任的時候都一樣看齊 其實近年坊間對高層的公務員 他們的加薪比重 遠遠高於中基層的公務員 已經有很多的怨言 主要其實原始於高官的表現 往往都被外界觀察到 都是一些令人不滿意的表現 其實翻查數據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 政府在家人工方面 一直有肥相收下這個趨勢 而只不過是在2002年、2009年 以及2019年 高級公務員的加薪幅度 是低於中基層的公務員 看完政府加薪的趨勢之後 這裡又令我想起另一件事 近年內地一直提倡 共同富裕的概念 我們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說過 要增加低層的收入 擴大中產人群的比重 以及合理調節高收入的群眾 但就以這次公務員的加薪建議來看 除了政府一直採取的肥相收下的政策之外 高級公務員的建議加薪也有史以來最高 似乎我們的特區政府和國家的政策越走越遠 背道而馳 那麼最終的加薪幅度究竟會如何呢? 那也要等不久的將來 由行會討論完之後通過才可以證實 結果如何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而大家對這次的加薪建議又如何看呢? 不妨在這條影片的留言告訴我們 今天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臨結束之前請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